柯文哲一直在等一個奇蹟 因為剛剛我是不是給你看最新民調 剛剛有像鞋的樣子 這一次連兩成都沒衝到又掉下去了 然後藍綠已經持續在打糾纏戰了 我昨天是不是有跟各位講 我說選票差距可能在10萬以內 你柯文哲擺明就是來亂的嘛 請問會有奇蹟嗎 熊熊 全台灣增加20%的人變成了白蓮教信徒 不會嘛 但各位沒關係 你覺得沒有奇蹟但不重要 因為 奇蹟是誰創造出來的 奇蹟是神創造出來的 如果神不願意給我奇蹟我就自己當神 我自己當神我就可以說服我的信眾 我能夠創造神蹟 所以現在柯文哲在做這個動作是什麼 創造神蹟 民調扛起來 蓋牌 支持者隱姓很多 各位 白蓮教的 信徒 你 沒有孤單 雖然說你感覺旁邊都沒有人 站著做會 但其實不是這樣 他們是沒話說 大家在心中 都 講不下去了 都默默在想 我是支持阿伯 阿伯 阿伯 只是大家不敢講 其實大家都站在一起 大家都沒禮開 大家心中只有兩個禮 這兩個禮就是阿伯 阿伯 懂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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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azing 見證奇奇的時刻 見證奇奇的時刻 好高興就好高興就好 好不好 可以可以可以你高興就好了 你高興我高興 但這件事情大家不高興了 哪一件事情 各位 柯文哲 最堅定的支持者是哪一群 喔 是喔我的觀看人數比KPTV高是不是 他前一陣子柯粉還跑來笑我們啊 說哈哈哈人好少人好少 哈哈才3000人人好少 所以各位 大家不要離開啦 人你自己笑啦 笑說你人很少啦 三千幾人而已啦 我不知道現在柯文多少人 我根本懶得看 我不想替他衝流量 來各位 柯文哲最堅定的支持者是哪些人 學生嘛 中間選民嘛 還在那邊浪6% 全家浪你6%啦 現在浪你12%啦 浪你18%啦 他說 學費該漲就漲 他說解決教育問題 他說錢花太少台灣不能進百大 柯文哲說什麼 說第一個 台大現在台灣沒有大學在世界百大之內 這柯文哲講的 來喔 柯文哲說 沒有任何所大學排名在百大內 跟各位報告 我就讀台大的時候 台灣台大在百大 好不好 第76名吧 第幾名 所以這是你家的 民進黨執政的事情 有事情去找民進黨 我讀台大的時候台大在百大之內 各位你可以去Google好不好 這個有機可循的 這個沒辦法亂講話的 但他說現在沒有台灣沒有大學在百大之內 他說要怎麼解決呢 他說要給錢 公立大學 學費 該漲就漲 柯文哲說漲學費 漲學費 可以讓台灣的大學進步 各位你知道台灣學生有多辛苦嗎 為什麼有些人要寒窗苦讀要認真讀書 因為有些偏鄉地區的孩童 他靠著自己的能力好不容易讀 國立大學公立大學 這些學費比較便宜 他還要再額外承擔房租 跟生活費 所以這些學子非常的辛苦 然後你的辦法是 漲學費 你對得起這些支持你的學生 漲學費可以讓學校進步 你真的把年輕人當韭菜啊 500塊不夠 KPCOIN還不夠 賣原子筆還不夠 還要漲學費 錢都從年輕人身上挖 不要那麼噁心好不好 割韭菜啊 各位你知道台大 50%的學生來自哪裡嗎 你知道台灣大學50%的學生來自哪裡嗎 雙北 台北市30%新北10%加起來剛好50% 那請問雙北地區的人口有佔全台灣50%嗎 這個就是經濟實力所帶來的城鄉差距 我那時候去讀台大的時候 各位你知道班上有多少宜蘭人嗎 就我一個 然後你現在跟大家講說要漲學費 你是要把台大變成什麼 百分之99%都是都是都是菁英都是全部都是雙北地區的人 所以你把台大學費漲到30萬 讓窮苦小孩認真讀書的窮苦小孩讀不起 然後大學就會進步了 然後他還說 要把100多所大學淘汰掉 然後柯文仔說現在大學太多了 要自然淘汰掉 所以 你不解決少子化的問題 大學會倒閉是因為少子化的問題 然後你不解決少子化的問題 你說那就讓他倒啊倒啊 請問各位你知道台灣的學生有多少人讀 百大嗎 世界百大讀台灣大學 1% 只有1%而已 那請問99%學生是怎樣 我不是台新交成政的90%的學生是怎樣 就讓他倒 沒需要賭沒關係 然後每個都跑外縣市 你這個是對得起 支持你年輕人該講的話 太陽星全校課費有一身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一身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一身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一身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一身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叢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藥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一身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美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太陽光RY姑娘 潛�來